首先恭喜周宇通过自己单打的第一场比赛 对于正常比赛 你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自己也还是不太满意的吧 主要是在比赛的感觉中 还没有完全找到一个比赛状态 然后呢可能也确实 对手呢也确实说不是非常强的对手吧 然后呢上来准备也比较轻松 然后主要就是 正常比赛打下来的感觉 并没有找到正常的比赛节奏吧 然后在第四局中也领先的情况下走神 虽然旁边也是自己队友愈合一在比赛也很激烈吧 可能达第七局那边的声音也比较大 然后这会儿就自己有点走神了 我觉得这一点就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吧 包括看到其实你第四局对待之后 第五局开局也是有些被动 那么你这个开局之后是怎么扭转这种局面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走神一局其实是很正常的嘛 比赛的一部分 然后那么多场同时开始 然后呢 然后下一局第五局又零米斯落后 我觉得这时候再不调动可能就晚了 因为下一局 你这局如果再输的话 下一局你没有说完全调整好的话 就是不好打了 所以说我想尽量的这局尽量追一追比分吧 也没有想着 就是说4比1真的要赢他 也没必要 然后就想着这局尽量的把手感找回来吧 然后投入到比赛当中 然后呢 自己也就慢慢的去调动了 然后我觉得对手也算犯点错误吧 然后给我把握住了这一局的机会 那么你通过总结这场比赛 你觉得对你下一轮的比赛有什么帮助呢 我觉得还是感觉 自己在比赛中嘛 还是没有完全的找到那种 投入到比赛的那种感觉 因为可能这两场混双打的也都比较轻松嘛 然后今天的对手其实也并不强 但是呢自己 整体的状态其实还不错 就是说在比赛的精力分配上是有点问题的 那像你说的 因为这次参见的项目也比较多嘛 在比赛中分配精力的话 目前来说自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就正常嘛 其实也是比赛倒不特别累 一天就两场比赛左右 然后呢主要的还是就是 在比赛中那个四十分钟之内 自己怎么样去快速地 把比赛中打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状态 对 投入进去就行了 祝贺轮加油 祝贺轮加油